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场议程 那接下来的主题是 用Python当作环境检测及预警系统 那由Beater讲者主讲 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的讲者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分享这个主题 这两天其实上来 就是完全全线上的Python的体验其实挺好的 就也很开心真的有这个机会这次来分享 那我就直接讲 所以昨天我就是上线 真的很愉快 然后小朋友马上就跑下去跟妈妈告状说我在打电动 就很有趣 没有这种体验过 那昨天有一些心得 第一个就是 魏老师说的就是做我们写很多程式其实都是纯粹就是觉得有趣 然后就去做也不见得说有什么实际的利益 所以所以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说不为无意之事和以前有牙之声啊 就是昨天听Kino的其实是蛮多心得的就是我们写这个程式即使纯粹纯粹也只是觉得有趣啊 我今天做的这个讲题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纯粹觉得好玩然后就去做了然后刚好在这里分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Kino也有讲到说 first we learn to code 然后then we call to learn 所以我昨天也是有一些心得 所以昨天又加了一些东西进来我今天的分享里面这样子也算是call to learn 就主要是看到就是说昨天那个苏博士的分享他觉得说Streamlit好像挺有趣的 所以今天的一部分就改用Streamlit来做做看这样觉得也蛮好玩 然后发现这一次那个ReserviPi的主题好像也不少 然后又发现说另外一个讲题就是So sorry的讲题 他有讲到就是说他们实际去测好像ReserviPi要用比较大的太阳能板来供电 就我们实际上也有去做一些计算 但是我们没有量测那么久 所以有一些之后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要重新考量 就觉得也还不错收获挺多的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我这个题目主要的一些背景 这题目主要就是我去年有去参加联发科技的自在家乡竞赛 然后就是这是我们参赛的题目 那实际上在前年我就有一些idea想要做这样子 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家乡那里有一个叫铁定湿地 那是一个很大的湿地会有黑面披露来 然后我每次要回家的时候我就会开进过一至一号道路 就是画面上这一至一号道路 一至一号道路是横切过湿地的一个道路 他把湿地切成两半 那所以原本有很多鸟类可以栖息在中心点 现在就是被逼的就是要到往更旁边去了 那每次经过这条道路我都觉得说 其实好像人也没有那么多啊 不知道为什么要开这条道路 然后好像很多年是从底下这条17号线到 就是往上开这样子 所以每次开过去都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后来就看到新闻上面又说 除了一至一号道路之外 我们又要开一个一至四号道路 要再重切过这个湿地 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虽然这个连上去好像离我家更近了 但是我实在是不觉得说这样做之后 对环境然后对整个经济有什么影响这样子 所以19年的时候我就去对我们家乡这里做了一些调查 我一直想到不为无意之事和以前有牙之声 就是我就去实际上就去调查一下 那调查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我们我们这个地方挺好 但是就是因为距离台南近距离高雄近 所以大家都走光光 所以人口数呢就是一直减少 现在已经是逆年最低了 人数就一直减少 大家都外移了 只剩下老弱妇孺在家乡了 所以我就去把一些开放资料全部都稍微看一看 就是我们是一个贫穷的地方 然后有的没有的好多 但是也发现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其实是非常跟其他地方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烧王船 然后有庙会的时候的疫症 几乎是全台就是最多样化的地方 然后生态保育上又会有那个谈吐雨的富裕还不错 然后珍谷的女士也来看过 然后又有黑面皮露 我觉得这是一个宝地 但是没有人去注意 所以2019年的时候 我们是想要做的其实是 我要振兴观光 就开发一些可能就是 耐机器人 然后一些辅助性的系统 然后想要就是说 大家去注意到这个地方 不要让这失地被开路了 那个时候是这样想 然后后来呢 就好像2019年去投那个自在家乡的时候 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没什么兴趣 然后后来我就又改变一个方向 我觉得一定要引起大家对失地保育的注意 这样 所以我们后来就去看一下 联合国其实有一直在推 他说气温如果上升两度C 大概会有5%的物种 会面临绝种的危机 我就觉得这个听起来够爽动了吧 然后我就说 看了的话这家策略就是保育失地 那刚好 然后确定失地刚好是在确定区的中心点 其实蛮明显 这个失地会有防洪的效果 虽然中间已经被开过一条路了 我们实在不希望他再被多开一条路 所以我们就20去年的话 我就是把我的实际上做的东西是朝着失地的部分去做应用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去看确定失地 他实际上有171公顷 大概是4000个篮球场的大小 那政府的预算的补助现在就是一季一次水质拆检 一季一次生态拆检 跟一年大概20次的鸟类观测 那就是三个月 他会有人去水质拆检 然后送实验室去做详细的检查 然后三个月呢 做生态拆检 他们去看看那个 那个水里面有哪些生物这样子 那这些是有补助的 但是频率就是有点 就是太久做一次了 没有办法及时反映出失地的状况 那现在前例失地的维护人员 大概是35个志工 那每天大概两三名志工轮班 然后要看的区域就是大概是 4000个篮球场的大小吧 其实有一点没办法 所以呢 我们就列了一些困难点 水质检验不够频繁 我现在如果有工业废水 农业废水 家庭废水 这些污染源进入到失地之后 要至少 就是搞不好一个半月 两个月才会知道 那生物监测不够全面 有一些 他只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地方去看 所以就会觉得很多地方没看到 这样子 然后人力不足了 领域专家没有技术 很多失地很熟的人 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应用技术 也不知道怎么分析 然后技术专家没有资料 就是我们也没有收集什么东西 大家都是很久才一次采检这样子 然后一般的群众其实不感兴趣 他其实对地球 其实蛮重要的 大家只是觉得说 失地做什么 看看鸟 就这样 没有什么其他的印象 这样子 所以 就是也需要再给他们更多资讯 去了解 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提出来的东西 是做了大概这六个部分 一个是及时的水质的监测 然后及时的生态的监测 然后做了一些AI的生态分析 然后监控主控台 监控机器人跟资料开放平台 做了六个部分 先前先前是做朝向观光的部分 是做服务型机器人 那机器人 然后汇整文化资讯什么什么 那个就被打枪了 然后这一次就是看起来 比较像有在做AI的样子 所以就自在加强 就自嘛 人工智慧 所以这次就有入围 那所以实际上呢 在水质监测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也是买现有的sensor 然后透过MQTT的broker MQTT的通信协定 然后把资料传回后台 后方的主控台 那其他部分呢 我们就会由我们的程式 然后去做连结 然后把资料收集起来 然后放到 去做进一步的AI的分析 或者是放到应该放的地方去 当然是这样 所以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东西 大概就是 就是这些 第一个就是 即使水质监测 就是说我们用 Aduino加MV IoT 所以就通过电信网路 把sensor资料 传回后方的主控台 然后我们也做 ESB8266加Wi-Fi 就是第一个 上面这是要用电信网路传 所以要加一个SIM卡 然后底下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Wi-Fi 所以它必须要能够连线上Wi-Fi 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有用GPS的 Receiver去定位 我的sensor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 所以实际上的模型 是想要做成像这样 就是坐在一个像 太阳能的灯座上面 然后直接把 把这东西插在室地上 就可以收集资讯 然后传送回来 然后 即使生态的分析呢 实际上我们有 固定室跟移动室 那固定室我们是有 架设camera在 那个赏鸟屋上面 所以这个IVCAM呢 就可以直接收集到资讯 然后直接把 那个资料 把它送到后方的 湿地的办公室里面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移动室的生态监测呢 我们是用太阳能板 然后加一个电箱里面 有4G的软件跟电池 然后还有IPCAM 这太阳能板感觉跟昨天听到的 另外一个Racerby Pilot主题 比较起来就是小很多 所以我现在也很怀疑 我们当初预计是可以 就是可以有两天的时间 供电 但是我现在很怀疑 我们也没有实际测过那么久 我们只有测过一个下午而已 那生态分析的部分 就是我前面这边照了照片之后 送到后台呢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分析 其中一个是做 Semantic segmentation 就是去分析我整个水域的大小 然后看看是不是 湿地是不是有汉化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会做鸟类的分析 那但是我们并没有做鸟种的分析 一开始是想说做鸟种的分析 就是希望可以说 因为它的后鸟来会有一些先后顺序 我如果观测到某一种特定的后鸟 就大概可以预测另外一种后鸟来的时间 但是实际上 图形的解析度都不是很好 这个是像现在这个看起来比较好 这是因为人家用那种长镜头 拉得很近拍 才会有这种效果 才比较能够分析出 有鸟类在上面 不然大部分是像左边这样看到 都是一个白白的点 什么都就看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 所以 后来我们就是 就是把标准降低一点 就是我们只有用来侦测说 是不是有鸟类在荧幕上都不动了 这样子 那我就知道说 或许有鸟类死亡等等的 这样就是志工 要赶快通知志工去处理 这样子 好 然后那个 这里是我们监控主控台 跟监控机器人 监控机器人的话 就是我可以透过 实地机器人 就Lineboard 传照片上去 他会帮我做分析之后 传给特定的 特定的人员这样子 那其实监控主控台的话 就是收集 那个Sensor资讯 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 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资料开放平台 那上面就是放了一些 我们收集了资讯这样子 好 那所以 上面这些是去年做的嘛 那后来我们就想说 我不是太喜欢用太多技术 就是我要花不少时间去 研究不同的东西 怎么都在一起 所以后来就想说 那我们不然就全部用 开展来做做看这样子 所以 这就讲说 后来我们就是用 树莓派实际去做的状况 是怎样 那这是我们刚才的那一个 我们去年做的各个部分嘛 现在其实主要是想要 用树莓派来做做这个部分就好了 就是从一个简单的 做个简单的测试 那所以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先 因为树莓派的话 它就是一个电脑 电脑的话 我直接程式在PC上可以跑 我就移到它上面去 大致上也可以跑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可以先在PC上 做一些简单的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 再直接把程式移到树莓派上面去就好了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直接先来看 就是MQTT的部分 那实际上我们想做当然是说 资料收集是从树莓派这里 透过一个 我们这只是做一个简单测试 就用DHT11 为什么用这个 是因为刚好我手边有这个 我就用这个 我手边刚好有树莓派 我就用树莓派 我刚好有那个Pi3b的板子 所以我就直接用一个Pi3b加DHT11的一个组合 然后来发送讯息给MQTT Broker 那它这个架构呢 其实就是 这个协定呢 其实它的运作方式就是 我的 我的 publisher 就是发布讯息这一端呢 会持续的发布讯息到Broker 然后我的另外一端 接收讯息这一端叫Subscriber 它就会先跟Broker讲 讲说我想要订阅某一个特定的主题的讯息 就是说 我publisher这里会发送某一个topic的主题 然后Subscriber只要有跟Broker说 只要有那个主题的东西就发给我 它就会持续收到讯息 当然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MQTT 那我就直接用程式 直接来跑跑看了 我这里刚好有程式 就跑给各位看看 我这里有 我觉得好像后面有一点杂讯 好 那个 我程式在这里 我送测试的message在这里 那 MQTT的话就是我现在是用 HiveMQ嘛 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投影片上面 的 这个 HiveMQ它有免费的 Public的一个broker 通常Public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去 就是没有办法去 guarantee它的quality 这样 就是传输的quality 但是还好 我们如果是做测试用还好 那我这里其实 这个做的东西只是说 我 我这里就设定M等1了 我就设定一个sensor 反正我这里就是 一直发送一个 一个讯息 我上面这里是连线到broker 然后底下这里就是一直publish 某一个讯息出去 这样子 5秒钟publish一次 我们先把它执行起来 这里 我现在只有一个sensor 我是测试用 这是用乱数产生一个数据 到时候我们实际上量测的东西 一样这样子 送出来就好了 那 我这里就是一直在送 资料到MQTT的broker 那我昨天听了那个 听了 那演讲之后呢 我就 我就自己写了一个 没有拷贝过来 稍等 忘记把程式码拷贝过来 我就写了一个 用Srimbit加Plot写了一个后台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Srimbit好不好用 昨天写了 所以听了昨天的演讲 也要有一点心得 那这个 这个写法也很简单 这做法就是我们用Srimbit 我们先保留一个位置 准备把那个 我的主控台放在上面 显示了 我这里就是收集资料 用MQTT 有信息来的时候 就把它放到字典里面去 然后之后呢 我再把字典的东西里面画出来 那这边另外的这些测试是想要用 Protty Express是另外一个很好 很简便的东西 配合 配合那个 DareFriend来使用 很方便 但是我发现 实际上在画这个 RealTime的图的时候 好像会有一些怪怪的问题 然后底下Coming Audio 这个部分只是 我的Legend的位置 这样而已 然后这边就是 我的MQTT的Subscriber 他去连线上 我的Public的Broker 然后去Subscribe 这个特定的讯息 然后我就可以执行 他 执行不是这样执行 因为他会跟各位提示说 这不是这样执行 他是这样执行 Streamlit 他是要启动一个Server 所以我们就打开Streamlit 然后他就会执行 就打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接收感测器的数据 现在是一个测试数据 5秒钟一个点 我们这样就可以收到 所以其实这Streamlit也挺好玩的 这Streamlit就是简单的一些程式 我就可以写一个 简单的主控台的东西 所以昨天有听演讲也不错 今天就有新的东西可以show 所以这些是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做实际的 实际的怎么做 实际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先 我们就要先安装作业系统 现在安装作业系统很简单 就是去那个Raspberry Pi的网站 下载一个Imager 然后直接烧录的时候 选择作业系统 然后烧录到MicroSD卡 然后就好了 好了插到 好了之后呢 我们一开始可能没有萤幕跟键盘嘛 因为我的 我的实际就是看起来像 我的Raspberry Pi看起来就是像 像这样子 我有可能就是只是放在旁边 一个小的小东西 我没有接萤幕跟键盘 那怎么使用 那是使用比想象的简单很多 以前觉得好像会很复杂 后来发现它很简单 它只要有一个设定档 它只要有一个设定档 然后把我的SSID跟密码写上去 然后拷贝到MicroSD卡上面 就可以用了 就拷贝上去 我这里就是把拷贝上去 另外一个SSH 是一个空的档案 然后拷贝进来只是说 我要enable我的SSH 让我可以连线上去 就这样 那我怎么连线呢 它有预设的账号跟密码 它有预设的账号跟密码 我这里先 先试一次连线给各位看 那我安装好Raspberry Pi之后 它有预设的账号跟密码 就是SSH 然后username就是Pi 然后Raspberry Pi 点Local是预设的域名 然后这样我就可以连上去 然后账号就是Pi 然后密码就是Raspberry 就可以连线上去 我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的Raspberry Pi里面的东西了 我先离开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不这样做 我们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要用 远端开发的方式 远端开发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就只是 我这里有投影片比较多 实际上很简单 我直接秀给各位看 远端开发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在Visual Studio Code上面 我的Extension里面 会有一个Remote SSH 我的电脑有点慢 这里会有一个Remote SSH的Extension 然后我安装了这个Extension之后呢 我在底下就会出现 这个Remote SSH的东西 我在这里我就说 我要连上远端的host 远端的host就是Resp eripi.local 这样子 好 然后我就连上来 然后他就会要我输入密码 绝色的密码就是Raspbian 输入了 然后他就会准备连上去 连上去了 然后连上去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我Raspbian里面的目录 比如说我要这个地方 我就说OK 好 那他会要我再输入密码 输入完了之后呢 好就上来了 就在这里 好这是我先前用Raspbian 我都可以移过来Raspbian上面直接写 好像我在这里就写了一个 Test Notify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量那个量温室度嘛 我就是假设说我如果测试到一些状况 我就可以透过Ninode 5送讯息给我自己 我这里已经直接从PC上面考过来 我就可以执行 执行他就是会用Raspbian上面的东西 你看他这里就写说外面在下雨 这样我就可以迅速的写好程式 然后让他执行 然后如果是DHT11MQTT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类似 就是DHT11MQTT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就是直接用套件来读取他的 他的温室度了 所以我在网路上只是随便找一个做法 他实际上就是说 安装了Adafruit CircuitPython DHT的东西之后 然后安装了一些对应的Library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把网路上的程式 拿下来做简单的修改 然后来使用 那所以我这里先前已经写了一个程式 来执行看看这是不是可以执行的 年代久远有点忘记 所以我刚才 我的sensor是刚拔出来的 然后刚才是照着荧幕上插的 现在可能有一些问题 刚刚我们时间其实也是很紧 所以大概这个以前执行过是没问题的 那我也可以在这里也执行测试传送测试的温室度的一个讯息来试试看 看看我们在PC上面是不是会收到更多讯息 这样做测试就好了 这就等于是 我现在就是 等于是你看我现在又从 RestwayPi上面又多送了两个sensor讯息出来 所以现在变四个 我这里就可以持续收到讯息 这样 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时间有点紧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把RestwayPi上面 大概怎么做 就是告诉各位 然后我们的主控台的部分就换成 昨天我们可能在其他Pycon的talk里面听到了技术这样子 看起来也还不错了 就挺好的 就全部都用Python 因为我另外原本有另外一个主控台 是用 是直接写在用JavaScript写的 现在觉得说好像全部都用Python 看起来就更酷炫一点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呢 只是说我要让它程式开机后 开机后自动执行 大概怎么做 这些简单的script 只要拷贝进去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的talk主要就是讲这些内容 我们现在还是 missían 这些只要是 males 应该でも改变 这样子 我们今天表现 血车 15分钟 辞员 畅